我们来自全球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有点时差倒不过来 因为我们现在的美国时间是晚上十点 然后呢通常我们超级星期六的这个时间呢 专访时间是晚上八点 今天为了我们要配合我们今天的特要嘉宾的时间 所以我们特地的改到了下午的一点 所以哈喽先生的小伙伴们 朋友们大家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 现在好 那么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欣雅 那么大家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超级星期六的专访现场 那么今天大家都知道我们判了一个礼拜 就是都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是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那么这位嘉宾是Mandy Chen 她在美国的洛杉矶 是现在的在职的美国洛杉矶肿瘤医院的这个血液肿瘤科的医生 那么今天我们中美连线全球直播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两位血液肿瘤 血液肿瘤这个科室的这个就是医生呢 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健康啊 美丽啊 一些临床的问题啊 或者还有一些大家希望答应解惑的东西 好了我们今天用热烈的掌声 大家全世界的朋友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Mandy医生 Hello 欣雅 嗨 你好 亲爱的 好久不见 对啊 天哪 现在大家已经习惯在通过屏幕见面了 对 我们以前都是习惯在晚宴上见面 在公司的晚宴啊 然后喝酒啊 跳舞啊 就是享受 我们现在因为疫情 所以我们只能是线上见面 也是很别处一格的哈 就是很有很有怎么讲呢 就很亲切 但是又好想好想给你一个hug 你知道吗 好久没有抱抱的这个感觉了 对 一个hug 很想很想你 我记得我我前天大前天 把把我们的这个课程分享发给熊猫姐的时候 熊猫姐说哎呀你们两姊妹 你们两姊妹联系搞太好了 那个我说下次我们三姊妹一起 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预告哈 可能在接下来的某一期我们会把 会把Gilliver跟那个Mandy 我们三个一起 三姊妹为大家线上一场分享 那么今天 太棒了 对 我们今天言归正传 那么我们来聊一聊就是 这两年哈在疫情之下 然后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尤其在线上的一线的 在一线市场的像你们一线上 上次这个就是杨医生啊 杨医生是在一线他们的医院 那专门接诊的就是新冠病毒的患者 那您还好一点是在因为在主流科哈 因为在主流科 而且您这边分管都是化疗这块对不对 我记得是 对对对我们主要做化疗把象还有免疫 所以这个疫情呢就是说我们 我们没有我们一听到病人有谁有这种 疑似症状我们都让他不要到不要来 对赶紧送给杨医生他们医院对不对 真的是很惊险 我觉得这两年的这个疫情真的让大家觉得很惊险 所以今天也很感恩我们还活着 还健健康康的活着 所以很感恩我们所谓这个疫情之下 我们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和平时我们做的这个准备 对不对很重要 那么言归正传 我们今天其实是想来采访您 就是您的就是我知道您也是使用杰匙产品 应该是近九年不对 您拒绝了三年 对您拒绝了三年五年 对您拒绝了三年 我们很想听听当初为什么就是姐姐 Jellifer就熊猫姐姐跟您分享的时候 那您当初是什么原因您拒绝了三年 哎呀我说这个其实以前的这种丑事 真的有点不想提啊 真的觉得你知道吗 要提要提 要提哈 其实我们的专访就是来发这些的 对其实当时我姐姐跟我讲的时候呢 因为她是我们家里面就是唯一一个没有医学背景的 所以对我知道人家就是 拒绝就很了很 二姐也是医学背景 就很自然啊 因为我们家有三个都在临床 另外两位呢是做放疗的 然后我做化疗的 那我那我大姐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大姐的 她的她的结识分享之路 那她是学金融的 所以呢她学金融 后来退休在家 因为生了这个龙凤胎 所以退休在家 所以她一直就是她很想去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以前都是老师跟她讲 我说你其实不用 你就在家里面 你也一时无忧啊 你的生活是很多人很向往的生活 OK 所以你就在家做好你的家庭主妇就可以了 但是呢她就 她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种不甘心啊 可能我们没有到她的那个角度 就有点不太理解 知道吧 所以后来当她 其实她也是拒绝她的推荐人两年的时间 然后呢当她跟我们来说 说她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当时就跟她讲 我说如果是个保养品呢 你们年龄差不多了 我说你呢 年龄差不多了 一般我自己觉得哈 比如说我这个做一个临床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女人啊 或者说我们一般可能在50岁左右 因为马上要面临更年期啊什么的 那你可能开始要进行一些保养 因为我们都知道女人一到更年期 这个荷尔蒙这个上不来的话 这个激素上不来 你马上你就开始衰老得很快啊 骨子疏松啊什么炎症啊 心脏病啊都出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50岁左右 可能去保养差不多 但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还找得很啊 所以我觉得 我说你们这个几个家里面老弱病残的啊 你们呢可以去用一用 我说但是呢 第一千万不要来找我来给你什么 做什么的背书啊 什么千万不要的 因为我们在这边 其实来美国差不多20多年 真的接触过很多很多 所谓的这种营养品的公司 或者药品的公司 那他们其实很想要有医学背景的人 来跟他们去合作啊 或者做背书 但是我从来都觉得 哎呀我觉得 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做销售 所以呢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反正不要让我来做背书 其实那个时候你知道吗 我大姐他跟我说 他说你把你的那个身份证号打过来 他说我帮你 我帮你签个会员 我说天哪 我这个千万不要 我说这个绝对不要 我说如果我想要用你这个产品的以后 我就用你的这个会员 会员的这个身份就可以了 我说我不用加这个会员 我就这样好像很 现在轻巧好像很残忍的 就把他给拒绝了 因为当时我确实也没有料到 杰斯真的跟我们以前 接触了那么多的听说的 或者说接触了那么多的公司产品 他确实不太一样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没有 没有看到他的不一样 就只是看到那个大同啊 没有看到他的小意 所以呢就这样就拒绝他了 那我大姐这个人 可能也是一个不服输吧 那拒绝 那既然你拒绝我了 那他就自己往前走了 所以我虽然没有加入他 但是他还是自己 就带着我的父亲啊 我的妈妈 然后一起来用这个产品 其实他当时用产品 我的父亲也是坚决反对的 那因为我的父亲呢 其实在我们老家 在我们四川老家 我的父亲其实还蛮有名的 那他以前也是我们这边老家 这个作家协会的主席 所以呢他一直就是说 他说我把我三个女儿送出美国 然后让他们都得到很好的学位 很好的工作 但是我不要让别人 好像老家的人 突然出来一个人 出来一个女儿 在做个什么什么销 那其实美国没有 没有我们 没有像我们在国内 比如说听到的什么传销 什么的 美国没有的 因为他美国总的来讲 法治还比较健全 所以呢最多也就是直销嘛 那但是以前 我们其实真正 做临床的可能 太自以为是吧 就对 对整个这个行业 就是不是很看好 因为这个第一 我觉得这个行业 他没有一个门槛 没有一个门槛的话 就觉得好像什么人 乌合之众 好像都可以在里面 去做事情一样的 所以对这个整个行业 而且好像我身边很多人 比如说他们用了 其他一些产品啊 或者他们也在做一些 什么推广啊什么的 我也没有看到他们发大财 我也没有看到他们 什么所谓的年轻好多岁 或者说身体有什么改善 好像都是很多 就是已经很生病的人 他们去病急乱投医的那种 然后才去找这些产品 所以我当时 其实也根本就没有料到 会会 杰斯会这样颠覆 到后来会这样颠覆 我父亲坚决反对 但是呢 我大姐当时呢 其实我大姐夫也坚决反对 我大姐当时就 就就就撂下一句 你们坚决反对 其实都没什么用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我的那个 朋友 用了产品 真的是很好 然后我另外的那个朋友 我呢 真的是在这里面赚到了钱 所以呢 他说我反正 我都要试一试 所以我父亲虽然是反对啊 但是我妈妈还蛮支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妈妈呢 其实她其实她一直 她是一个比较时尚的 这样的一个人 我妈妈以前是老师 那后来呢 就提前退休 然后呢 她最喜欢就是穿高跟鞋 她的高跟鞋 比我的高跟鞋多很多 但是因为后来 因为衰老 那上70岁 那你的膝盖 就开始慢慢的退化嘛 没错 那对我来讲 老年人呢 对不对 你有一个退化性关节炎 它不太正常了 那比起别的那些老年人 病更多啊 所以我就跟她讲 我说你这个没问题的 我说你就 反正就不要去爬山啊 或者是不要去剧烈的运动 对吧 然后呢 实在不行的 就贴个什么高药 再不行呢 就给你去打封闭针 再不行呢 那就是换膝盖嘛 我说反正就是 这个年纪都这么大的 你还想怎么样呢 但是我妈妈 她也不甘心啊 因为她看到她那么多高跟鞋 她没有办法再穿了 她也很难受啊 所以她听说我姐姐 说这个产品不一样 她就跟着我姐姐来开始用 所以其实就这样 我们家里面的人 就是每个人 她都处理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呢 她们就开始来用这个产品 所以我最开始 对她这个完全是视而不见的 因为我觉得就跟 就跟我接触的 很多别的那些产品 都是一样 就让他们 就是一个心理暗示 一个心理作用而已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是不是以前对这种产品 是不是也是这种想法 我觉得我们好像临床的 对原来的这个保健品行 好像都有一定的就是 听都不要听 讲也不要跟我讲 就我们一会有个过有的 就直接就把门关掉的 就是这个状态 是的 我还在读大三的时候 我的系主任 其实你看都20多年前 23年前了 就是22年前 就已经被我们系主任 带去听什么安利的这个 而且当时还是一个台湾的 很大的大咖的课程 他叫雷宇明 我特别记得他的名字 我觉得这个人太会吹了 全场几千人 我躲在最后的角落 其实因为系主任会帮我很多问题 因为我是从四川过来的贫困生 然后如果没有系主任的帮忙 你很难在你整个系 或班级里边有很好的 就是这个资源 拿到很好的资源 所以呢 学习机会也拿不到 所以他让我去 我周末就跟着要去 可是去的时候 他在里边很忙 因为他马上退休了 他觉得他要为他的退休 后的生活 要找条路 所以说 我只能是说 给予一个人员的一个支持 但是我就只能站在最后去听 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哇塞 这跟我们在临床学的很多的东西 那病理啊 这些太大相近情 讲得而且吹得太夸张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 就要进我 我就要进我们的嘴 真的是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如果后期我不是在农业部 就是我们整个国家教委 就是整个农业部 就是开始 开放的 就是这个健康管理师的学习 营养师的学习 以及我后来去德国的进修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所有人跟我讲 讲杰斯 我也会拒绝 甚至会一直拒绝 所以是因为我后期的 前期肯定是拒绝 直接关门 跟你一样 我爸爸是泪风湿 我也是觉得 激素不管用了 那就打封闭针 因为在临床 我们觉得我们最专业嘛 结果后来 其实我爸爸是因为激素 而导致的 肝肾衰竭 心脏衰竭 然后呢 就是整个打完封闭针的关节 也是整个坏事 所以其实也很后悔 就是到 当你就是真的遇到 知道 结构有那么好的帮助的时候 就特别后悔 当初那十多年 他的整个治疗的 那个经过的后悔 对 然后但是后边 我爸爸因为这个 因为肝肾衰竭嘛 然后没有办法 又有心衰 没办法做透析的时候 被医院抬回来的时候 抬回来在床上 躺了一年多 整整 我当时还在德国 所以没有办法 鞭肠莫急 寄回来的产品 他们也是 他们更不懂 因为农村嘛 又没有学历背景 所以他们更不懂 就没有吃 等我17年回国的时候 已经产品都过期 放过期 他们都没有用 所以后来 我是守在我父亲的身边 然后守了他一个多月 因为前边的豪转反应 会比较大 因为他关节的神经 重新长出来 其实是个很疼痛的 一个过程 然后守了他一个多月之后 把他最严重的 豪转反应过去以后 他发现他 从什么都吃不下 从没有力气 就是坐起来 在床上坐起来 再到最后 能自己下床 自己到厕所 不用再用我弟弟 24小时抱他去厕所 所以就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们可能就 一开始 就像您分享一样 就是 那是个比较丢脸的一个过程 就是不好意思 在分享自己的过往 就是在我们那个领域里头 我们觉得我们很专业 我们觉得我们 哎呀 好像天下是我们禁知 就这种感觉 就所有疾病 在我们社会 都是无所遁形 但有一天 我们会发现 临床呆久 会发现真的 连自己父亲的 这个泪缝湿都解决不了 更比较说 我们俩还在血液肿瘤 所以我在临床 看了很多的这个 尤其我这边 我接触的白血病 会有很多 那您在化疗这块 基本上也是 能够到免疫治疗 能够到化疗了 也是肿瘤患者 所以为什么我在今天的课程 一开始会把这个 我们的原来卫生部的副部长 就是我们的 就是英大奎先生的 这个就是 这个演讲 给大家就是讲出来 这是近期的 这是19年的 他在里边有讲到 19年的我们的 中国的这个就诊率 是86亿人次 也就是说我们 不到14亿左右的人数 然后每个人大概 六七次的这个就诊次数 那像我们这种 压根都不去医院的人 就是其实我不知道 您是什么感觉后 因为我们在临床生死见多了 我觉得这辈子都不要去 到内部 你知道吗 就是坚决不能到内部 太痛苦了 所以我觉得 连中药都进不了 我嘴的这个状态 更比较说 这个到临床就诊啊 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 有多少人像我们的 就是卫生部的副部长 殷纳葵说的 就是到最后 就是很痛苦的 不说把所有的终身积蓄 都会用在最后 那可能我们都看过 我觉得我们俩 可能会见得比较多的 就是中层以上 或者说比较富有的家庭 可能对于一个治疗来说 或者一个重大疾病患者来说 就是一个 可能最后就是 人才两师 但是对于一个中等以下的家庭 尤其是普通家庭来说 只要是但凡家里一个重症患者 基本上就是回到70年前 就是回到我们建国之前的状态 就是赐贫的状态 而且还负债 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最讲孝道这种东西 就是父母不愿意舍弃 就是重病的孩子 那么儿女呢 不愿意放弃父母的这种 就是重病的治疗 所以最后我们在临床 其实看了很多的悲剧 但是我们又没办法 所以今天呢 我觉得我们就说 不管是拒绝了几年 还是经历了什么 我们在尤其在这个产品的受益之下 我非常感恩 这次我们的这个超级星期六的 这个主题的这个会议 就专访有这么多的 就是医疗工作者的支持 所以也很感恩今天您的支持 就是我们都差不多 我们一开始对这种保健行业 保养行业 营养啊 这行业的这个拒绝 以及那个时候的 就是可以讲说是无知吧 直到最后 其实生老病死 我们无论是多专业的专家 我们其实都知道了 生老病死 尤其病啊 这个伤啊 这些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逃不掉的 早晚都要面对 那么尤其您刚刚讲的 我们到了一点年纪 可能就是一些 就是年纪性的 一些衰老性的疾病啊 觉得很自然啊 对跟年纪这些 我们觉得 它是自然而然 应该要来的 可是我们从来没想过说 我们怎么样 能够避免它的这个 这个就是伤害也好 或者说那个情绪啊 包括一个病态的一个状态 所以直到今天 我们遇到杰斯 这么多年来 然后发现 所以好幸运 就觉得我们真的是 很幸运 很幸运 那么除了就是您 杰斯故事的就是接缘 那么我想问 采访一下Mandy医生 就在您这几年 四五年的这个分享当中 因为您现在也是 我们这平台的 钻石总裁 那年收入都是在这 您除了在 在医院的那份职务 然后收入以外 您在这边也是 有源源不断的管道收入 都是那钻石 在我们这边 都是百万美金左右的收入 我觉得很想问问你 就是你平时那么忙 你是怎么样花时间来 在兼职的一个情况下 能在五年做到钻石 而且我们更想听听 在你 我相信就是因为 我们是医学背景的 可能有更多的是一些 患者朋友找到我们 就是不得已的情况下 找到我们去帮助他们 我们很想听听 就是你在这五年当中 帮我们找一两个 甚至两三个 就是您特别特别感触 特别深的调理案例 分享给我们好不好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 问得非常好 其实我们 其实你这个问题 其实问到就是一个 时间管理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24小时 对吧 那我以前可能每一天上班 可能10到12个小时 然后每一个星期上6天 所以我当时跟我姐姐讲了 我说就是说你这个产品 在哪里 我也没有时间来做你这个推广 对吧 我说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但是当后来 我看到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家人 你看我后来我妈妈 她的膝盖 她就慢慢地 她就慢慢地就不痛了 当然你是说 她不是说一夜之间没有的 这可能就是 可能也是因为以前 我们比如说 对营养医学这一块 不是很那么感兴趣 就是因为它需要一个 漫长的过程 那这个漫长的过程的话呢 你就很考耐心的 你知道吧 还有很多人 他没有办法坚持 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治病 因为当他真正有病了 你给他一个药进去 那比如说指数 它就马上就会有变化 或者说他的这个肿瘤 就会马上会变大 或者变小 你就知道 你很容易掌控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但是当他们用营养的 这种东西的话 你要很有耐心 等他三个月 六个月一年 这样子的 那当我妈妈用这个产品 可能七八个月的时候吧 然后他开始 他就开始 在他的这个车库里面 因为他很多鞋在车库里面 都放在车库了 他就在那里 试他的高跟鞋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膝盖不痛吗 我说你的高药 怎么好像 我跟你买那么多高药 都没怎么用啊 他说我也不知道 哪一天呢 就好像就没有那么痛 就是当你没有 这个问题了之后 你其实是不记得 是哪一天没有的 然后他就开始 穿他的高跟鞋 然后当我看到 我自己大姐 几十年的鼻炎 其实对我 我想可能跟你也是一样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讲 对是鼻炎 其实对他们来讲 其实还是很被困扰的 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些失眠 哪怕是一个慢性的 咽炎 喉炎 胃炎 长炎 鼻炎 像我大姐的鼻炎 他的鼻子就好像从来没有通过 他去哪儿都要带着纸巾 或者一到那个季节 然后花粉 他就马上就不行了 鼻子就这样 然后醒着鼻头就很红的 都已经整出来这种了 对 眼睛还未光 我说那你就不要去 有花粉的地方 这就多简单啊 对吧 但是其实这个也是 治标不治本 所以当我看到 他的鼻炎也慢慢地 鼻子就通了 然后当我父亲那么反对 对吧 但是其实我父亲是 身体真的是很糟糕 第一 他以前 他是搞写作的 所以他也就是 我们睡觉的时候 他就半夜写东西 所以我每次有时候 半夜醒的时候 我都会看到我的父亲 坐在他的那个写字台 然后一个台灯 然后在那里写东西 因为他想要赚更多的稿费 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孩子 那个时候 所以呢 但是他又很困了 也没办法呀 对吧 所以他就抽烟 那几十 抽几十年的烟 然后吃东西呢 到后来呢 稿费也多了 应酬也多了 对吧 然后呢 也就有点胡吃海喝了 也没有注意 其实我们很多人 对眼神也没有那么注意 所以我父亲是 又有糖尿病 又有高血压 然后呢 还有呢 他就是什么呢 后来他还得了前年线癌 所以我每次都跟他讲了 我说我还 我是庆幸你还没有得肺癌 我说还是要去检查一下你的肺 因为你抽了这么几十年的烟 你得肺癌 那你也是你自己 真的是 我不能跟我的父亲说 咎由自取 但是我肯定要跟他说 你有这个风险 对吧 还好 索性就是说 他现在的肺还OK 因为他现在 最近几年 戒了烟了 那太棒了 但是他的糖尿病 他的空腹指数 一直是13 就没下过10 你知道吧 他也是在吃药啊 对吧 临床上的药 也在吃啊 然后医生让他打一岛之后 他死活不大 因为他特别害怕针头 我每次在他去看病 他看到人家抽血 他会要晕过去的这种 我也是 就是像这么一样 一个不听话的病人 他还让他们 不要用这个产品 但是当他看到 我妈妈后来用的挺好 然后看到我大姐 其实后来我大姐夫 最开始 这个很 这个里面这个故事 真的是 我的大姐夫 北大毕业的 在这边读的医学物理博士 好歹是 一开始他说他来用产品 其实他想证明 给我大姐看 这个产品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来 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报告 然后用了 是六个月左右 因为他的公司在北京 所以他来回跑 这样 用了几个月的产品 他又去做血项的检查 然后发现他的一些 比如说脂肪肝 或者一些 就像我们凌床讲的 没有多大的问题 回去注意一下饮食就可以了 锻炼锻炼 多休息休息 多简单 就这样说几句 对吧 这些指数 因为还没有坏到 要换肝嘛 但是他这种 产健康的这些症状 都也给他调 调得很好 所以呢 我父亲也开始来用这个产品 当然一般男人来用这个产品 他首先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因为他还是不是那么的性 这边是这样 通过这个时间 我后来我看到我们家人 他这四个人 你看在临床上 完全不同的问题 但是就因为他们当时 就吃这个P全和AMPM 都得到很好的改善 你让我说他的改善 到底是哪一点给他改善的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 但是我就觉得 他们的状态是越来越好 然后我就说 我觉得这个产品还可以呀 好像还真的好像 有点神奇啊 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 也没有去看他的原理 是什么 就觉得有那么神啊 然后我说 我来看看你这个东西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我才把那个药 那个AMPM 还拿去给我的药剂师 我说你把这里面的 所有的成分帮我查一查 我知道安全性 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在美国对吧 这边法律还比较健全 你要是有安全性的问题的话 这个公司早就不存在了 所以首先像这种营养品的话 第一它就安全性 应该是OK的 所以我就让他 我说你帮我查 这些所有的成分 因为我只看到里面有 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 这些我是知道的 但是还有很多的成分的名字 我根本从来没有听说过 看着好像有点像 医药的成分 还有一些什么 抑制自由基亚 什么这些东西的 听着很强味 但是我没有学习过 这不是我的专业 所以我让我的药理师 去一个一个成分帮我去查 然后他去给我查了之后 他回来就问我一句话 他说你这个产品 是在哪里买的 他说这个人还挺牛的 他说其实你把这些成分 拆开来 它单独的这个成分 它每一个成分 它都有自己的功效 但是这个人 他就这么牛 他就可以把这些 所有的成分 都放在这个定计里面 然后呢 关键是这个比例 他说他这个比例 他说我作为药剂师 我都不一定能理解 他哪一个成分放多少 哪一个是放多少 他说他这个比例是怎么出来的 他这个人肯定 研发这个产品的人 来头绝对不小 他说一般 那因为一般的药剂师的话 比如说一般的保健品公司 他们可能也就是一些药剂师 就是比如说 我们知道这个成分有很好 那我们就鼓倒鼓倒的 然后就变成两颗胶囊 然后就做出来一个产品 然后就拿出去了 对吧 就开始走市场了 因为它毕竟产品 本身是OK的嘛 但是呢 像70多种成分 谁多谁少 那这个人肯定很牛 所以我药剂师就问了 这一句话 我就说我这个人 这个人好像还挺牛的 我说Google一下 然后我们就开始 又来查这个 讲巴巴博士的这个背景 巴巴巴 然后又来查 所以是这样子 然后我开始慢慢觉得 这个产品真的 好像跟我以前想象的 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当时 我就跟我姐姐讲 我说哎呀 反正我觉得呢 这个产品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听我们药剂师朋友说 这个产品还蛮先进的 我说你们呢 就继续使用 但是我呢 可能就是 比如说如果别人问到我了 对吧 那我可能就被动的 就分享一下 我不会太主动的去分享 到什么时候 我就变成一个特别 特别愿意去分享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两个事情发生 就是真的是很触动到了我 就觉得 哎呀 我觉得我可能真的要把这个事情 当成一个事儿来做 一个事情呢 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也是 他也是医学界的 他也是孩子的妈妈 那他也是很上班 也很辛苦 对吧 也很努力 结果呢 他得了乳腺癌 他得了癌症之后 他要去做治疗 他要去做手术 那他就必须要辞职啊 对吧 因为他 他一想 他我们这边有这种病 那个叫什么 medical leave 我也不知道什么 就是因为病 你要离开工作 可能几个月 你还是会有工资的 对吧 但是他那个时候 他可能就想开了 他就不想再工作了 他就觉得 他都已经得了癌症了 就觉得一天都已经要塌下来 他还工作 工作啥呀 他都工作 他就直接辞职了 那你如果辞职的话 你是没有任何的benefit 就是你所有的公司的 给你提供的这些东西 你就没有了 福利就没有了 对 福利就没有了嘛 因为他那个时候 就等于说 他就有点 就看破红尘了 就已经想通了 他就直接辞职了 他要去做治疗什么的 结果他辞职 我们可能想 他都干了那么久 对吧 有那么好的一个员工 他可能他的老板 或者他的经理会说 可能他假装要挽留一下 或者说 挽留 对 或者怎么样啊 对吧 然后那个经理说 OK 那你最后一天是什么时候 因为你要早点告诉我 因为我会要登广告 要重新请人 招募 对 所以 当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当时是一种 什么样的心态 我就觉得 这个社会真的是太现实了 肯定的 这个社会真的是太现实了 因为你可能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员工 你也为这个公司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当你有一天 你可能真正有事的时候 当你可能要怎么样的时候 那公司可能 从公司经理的角度 也是可以想得开的 那我需要人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对不对 你走了 那我肯定是需要 你又要人来啊 对 但是就觉得很残酷的感觉 然后我就 我就又不由地想到我自己 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啊 真的也说不清楚哪一天 可能也会莫名其妙会生病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 因为我不知道你以前 在做临床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想法 就是 就是我可能看病人 看多了之后 就是也不是说焦虑吧 或者抑郁啊 反正就是那种 有点思想上 就是有点 就会莫名其妙的 会觉得你自己 有一天也会得癌症 我有个词叫 担惊受怕每一天 对对对 因为我们很多的病人 比如说来看病 他会觉得 我前面几个月一直在体检啊 都是正常 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啊 我人也没有任何的症状 为什么你突然今天 你跟我讲 我患了癌症什么 还转移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就知道 其实我们很多的癌症 是没有办法提早知道的 当知道的时候 真的就是中晚期了 那这个会不会发生 在我自己的身上呢 很有可能 因为我工作 那么多的时间 对吧 那么长的时间 对 每一天 然后也每天 有时候还熬夜 比如说做病例啊 什么的 也很辛苦 真的也是 好像有时候忙着中午饭 可能也就十分钟 就吃了 就这样子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这种事情 可能哪一天会发生在我身上 然后我再一想 我的两个女儿 我也有两个女儿 在我工作的时候 其实他们 我有一天 我会讲 你们两个都怎么 都长这么大了 我都不觉得 他们都莫名其妙 都自己就 称称之就长大了 所以我也其实也 也错失了很多 跟我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可能这也是 我那个朋友 他辞职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他觉得 他一直很工作 结果呢 他得了癌症 现在他辞职了 他把他最后的时间 留给他的孩子 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 哎呦 我一下子就有一种 健康或者是身体上的 一种危机感 因为我觉得 哎呦天哪 因为那个人 他比我还要健康呢 因为他有时候 还练练瑜伽啊 什么的 我瑜伽还不练呢 还运动啊 我还难得去做个锻炼 他还是一直想要那种 健康生活的人 所以我就 我就有点恐慌 然后回来 我还跟我先生讲 我说天呐 我说什么某某 我说他得了病 然后现在他都迟着 他要回去 跟最后的时间 什么什么的 我说天呐 白天 哪一天会 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 在我身上 然后可能是想太多 有一天我做噩梦 做到我自己得了乳相癌 然后醒过来 呼吸过来 哇 那个恐惧 我不知道大家 你们可以去问一下 比如说你们的医生啊 他们自己 我真有体会的 一样的 梦到他自己得那个病的噩梦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天呐 我觉得再好的工作 可能当时选择这个行业 是因为这个行业 有很好的这个稳定性 收入也很不错 对吧 可能也有一些 就是说职业的这种满足感 但是再好的工作 你只要你不去上班了 他可能不会炒你的鱿鱼嘛 对不对 但是也许我不能去上班了 那我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我就有 一下子就有这种 很恐慌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 我就跟我的大姐 讲这个事情 我就说 这个事情 然后大姐就说 哎呀是啊 你们这个就是 手停口停 他就是有点像 说风量话 你知道吧 对 因为以前 他在做家庭主妇的时候 我们的收入还OK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以前是有点是 被他羡慕的对象 你说哎呀 你看你们上班多好啊 对吧 又怎么怎么样的 结果他现在说 哎呀 你们这个也是啊 就是手停口停啊 这个也很难讲啊 对吧 哎呀 什么什么的 哎呀 然后他呢 哎呀 他把他的手机拿出来 他说哎呀 不过我这一个月呢 哎呀 收入也不是很好啊 也是 也有点 也有点低 我当时就看了一下 我就看了一下 他所说的那个 一个一个月 是不是比较低的那个 那个一个月 OK 我当时看了一下 我的脑子都要炸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在美国来读了 十多年的书 OK 还别说在国内 你看我们比如说 我们从小学读到大学 十几年的培养吧 对吧 到后面可能你找一个 可能看着很光鲜的工作 对吧 不管你是做高管也好 或者说做高级白领 不管怎么样 或者你自己开公司都OK 前面累积那么多年啊 嗯 我就是这个工资 那我五年 我十年 如果我还一直干到 65岁 像美国我们这边 一般要干到65岁的话 65岁退休 对 我的工资 它不会涨的 你知道吗 它最多可能每年 给你2%的这种 raise 但是它不会说 明年就给你翻倍 后年还在 还在玩翻倍 你知道吧 所以我当时看了一下 它的那个 所说的就是比较低的 那一个月的收入 我一看已经毙掉我一年的 所以我当时我就说 这个产品还真的那么 让人受欢迎啊 因为你知道这个产品 营养品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我们以前 很多营养品 也是不是很信任 或者怎么样的 很多人他吃 这个公司吃三天 可能吃一个月 好像没什么效果 他又去换另外一个公司 没错 对不对 他又去换那品牌 他又去吃三个月 或者又六个月 他就这样换来换去 换来换去 但是我就看到我大姐 其实他也逐步出乎 他一个医学背景 都没有的人 然后就在家里面 导致就是手机滑滑滑滑滑滑 对吧 他能滑出这样一个收入 这个是 其实是蛮刺激我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就是说为什么他可以 没有医学背景 他可以借助这样一个 一套产品 如果他能挣到这个收入 这个后面说明是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 说明很多人在用他这个产品 对 那这些用这个产品的人 说明他们可能是 一直在用这个产品 那不然他的收入不会是说 这样好像居高不下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为什么这些人那么傻 他要一直用这个产品呢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 常态就是大家不断地在换品牌 没错 不断地在换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品牌一直换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 这些人一直跟着他一起 在吃这个产品 所以我当时我觉得 如果这个产品真的是这样好 对吧 而且药剂师也给我盖了脏了 对吧 说这个产品确实是买先进的 挺好的 那我就可能要来研究一下 可能他后面所说的这个 怎么样通过分享 还可以赚到收入 所以你看 当你这个思想变了以后 首先我觉得这个产品 第一是安全的 第二还是真的是可以 广谱地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然后如果他可以 还让我去分享 因为如果你其实产品好的话 你不给我钱 我也会分享的嘛 因为病人随时都在问 对不对 有什么好的推荐 或什么什么样的 那我也会推荐啊 但如果又可以推荐 又可以帮到别人 你还可以有 那个叫什么 劳而有祸 对 你的劳动会让你有所得的话 那不是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事情啊 所以我就开始来 我让我大姐 我说那你给我讲一下 那这个怎么分享 怎么分享 然后去赚这个所谓的 这个奖金 这个我刚才 我当时说 赚这个工资 不过赚这个工资 不过赚这个工资 OK 对 我说这怎么分享 然后大家还在跟我讲这个 讲这个 他说你看吧 你加入 怎么样 然后他给我讲一下 我说 哎呀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 我说那你这个是不是自动的 我说 比如说我就分享 对吧 你这个系统是不是就自动的吗 他说对 就是自动的嘛 你把你所有的信息放进去 对吧 你只要分享你的网站嘛 然后 然后你 你所有分享出去的人 都跟你用同样的价钱 买这个产品 你也不存在去卖任何人的产品 你也不用好像是赚了别人的差价嘛 我就听到你说一个自动的 我就说那应该OK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第二呢 如果这个系统是自动 那我只管分享就好了 我只管告诉大家我的感受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开始做计划 我当时其实做计划的时候 我是看了一下 那个时候 我在那个时候 2015年的时候 当时那个公司 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公司 所有的他们所说的这个钻石总裁 为什么我的目标是钻石总裁呢 因为就像读书一样的 你至少 你至少要读到大学 好像给人的感觉 你好像比较这个 对吧 才叫学业有成啊 有文化 高中毕业叫学业有成嘛 对不对 所以 既然要做这个事情 那至少 那在这里面 做整个大学毕业吧 所以因为他们一直说 在节识要做到钻石 就像大学毕业 我就所以 我就说OK 那我至少定个目标 我就钻石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当时在2015年的 那些所有的钻石 我基本上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背景 你看 有医学背景的 有没有医学背景的 有年纪大的 有年纪小的 有男的 有女的 对吧 哪个国家都有 然后呢 我又去算了一下 他们平均成钻石 是什么时间 基本上 比如说他们平均 好像是三年半到四年左右 然后OK 网上我又看了一下 大概 比如说我知道的那些钻石 他们平均 每一个人 比如说分享了多少人 分享了 推荐了多少人 然后大概分享了 可能六七十人 就是平均下来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我觉得如果三年多 对吧 我来投入一个事情 然后呢 反正我就不断地去分享 因为也没有压力 又不囤货 又不送货吧 所以我就觉得 我觉得可能还是可以做的 然后我就开始定我的时间 那个时候 我每天上班很忙 但是呢 我就决定 我就每天早起一个小时 晚上晚睡一到两个小时 当时就跟我的 跟我的 跟我的先生 然后跟我的两个女儿讲 我说可能这一段时间 我会更忙 我会 我是因为我想来学习一下 这个东西 为我们以后买更多的时间 结果当时我女儿 她们就说了一句 你忙 跟你更忙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反正很难 很少见到你 OK 她们的话真的听得好心酸 就会 我如果试着作为忙 她会听到很心酸 真的很心酸 就是 他们其实也不担心 就是说你忙 跟你更忙 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对 因为你都是早出晚归嘛 也没有什么 好像很多的交集啊 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 我说你放心好了 你们放心好了 我说妈妈一定好好地 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说我会让我们以后 会有更多的相处的时间 然后就这样早起晚睡 早起晚睡 然后就开始来做这样的事情 你要问我在这几年里面 有什么比如说 让人特别感触的案例 我其实在最开始来做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去搜集案例 可能是那种思维还没有转变过来 我就特别就感觉 就把它当成一样一样的 你知道吧 比如说哪个人失眠好了 我说对 你是多少岁啊 你的失眠 你是吃了多久 然后你的失眠 是好了 对吧 你是什么 你是胃炎 然后你是年纪是多大 男女 吃了多久 我当时有一种特别 就是那种很傻的想法 就是我把这些案例 我能收集多少就收集多少 我把它整成一个 有点像那种临床数据一样的东西 你知道吗 但是当我收集到一定时间之后 我想我没有办法再收集了 因为这个永远不可能 做个临床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吃出来 他的感觉都不一样 对 每个人的体质 他吃出来这个产品 同样的产品 在每个人身上的反应 这太不一样了 我没有办法遵循的 找到他的一个规律 比如说有些人 他来 他本身有失眠的 我以前想来调理 那我给他调理 调理半天 他说他还是在失眠 我在想 怎么搞的 怎么还在失眠呢 我说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 是不是 别的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他说 好像我的片头痛不痛啊 然后我就在写 想要调理失眠 片头痛好了 所以到后面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 做任何的这种案例了 所以我就跟我们身边的伙伴讲 我说 现在我们真的就 不要去跟大家说 这个产品有多神奇 现在我们要注重跟大家讲 这个产品背后的理念 因为当你只要把这个 就像这个思维 给他弄通了之后 当他了解了这个产品 背后的理念之后 每个人用的这个产品 他都会多多少少 对我会自己的改善 即便是在你的感觉上 你没有感觉到改善 对吧 但是他其实在你的细胞层面 他都是在做他的工作的 所以呢 一定要去普及 他这个理念 理念细胞 细胞修复的这个理念 所以然后就等于说 马上就一下子 就转了方向了 所以我最开始的时候 很多病人 真的是很多的病人 我也喜欢去找病人 病人也喜欢来找我 结果到最后 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也累的不行 病人也累的不行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 去一对一的 再去帮他们 去做这个事情了 所以只有去普及这个理念 所以我就开始转变方向 跟大家讲这个理念 我就跟大家讲 我们以前的这个营养 对吧 它的这个变迁 是怎么样变迁来的 然后我们为什么说 现在这个临床医学上 像我们就像你讲 你不是讲了很多堂克 就关于这个基因 和我们的健康这个关系 对不对 那我们的生活方式 好的生活方式 就是会打开好的基因 我就会去关闭不好的基因 所以这个基因 基因学基因工程 是很popular 就是很流行的 这样的一个领域了 那基因学之后 细胞学 对不对 细胞分子学 对 而且我觉得可能到未来 而且现在临床上 已经有很多 叫什么蛋白质工程 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说 细胞了 我们针对细胞里面 每一个它的protein 它的这个蛋白质 可能给它转换一下 它的氨基酸 对 就可以改变整个 它这个细胞 比如说它的这个抗原性 就可以通过这个 它这样一个途径 我们就可以去研发出 这个什么 抗肿瘤的这些 那个叫什么 疫苗 这个疫苗 所以其实这个 是很先进 这个生物科学 一直是在发展 所以我们的脑子 也要从临床跳出来 或者从我们传统的 保健品跳出来 然后去看 去随着这个大的趋势的发展 然后去来看 结识这一套细胞优化 这个产品 所以你要真正问我 让我特别触动的案例 真的很多很多 你说要让我真的 要讲一两个 我还真的一下子讲不出来 因为太多了 每一次听到这种案例 到后面都听了 有点都麻木了 我说啊 又调好了 太好了 我说继续吃 继续吃 那如果说真的要说 有一个案例的话 因为可能是 我是做妈妈的 我们这边下面 有一个会员 她的女儿 我知道她可能很多人 都有看过她的视频 是我们下面 我们崇文华大哥团队的 她的女儿是 生出来就是脑瘫的 一个孩子 我就在想 我经常会在这样想 就是如果我的女儿 这样子 我会怎么办 真的 那她的妈妈 她还是把她生出来 然后还要 就是说 没有失去希望 还一直想要去治疗她 还要带她去做什么 钙细胞治疗啊 什么的 那也一直在做 就是我们临床上这种 最后的这种 挣扎的治疗 然后呢 她的妈妈就是说 我想让她在这个世界上 活着的每一天 至少有我的陪伴 然后呢 至少我努力了去帮她 有一点生活的这个质量 那她就一直在做这些治疗 但是还是因为我看到过这个孩子 但是后来呢给她加了这个 敏度力 然后她又吃配犬 那这个孩子还没有办法吃 其实都是用这个食管打进去的 后来有一个视频 回头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那这个孩子呢 她可以站起来走路 她可以站起来走一走 你跟她讲话的时候 她会有一些反应 你知道吗 这个对一个正常的孩子来讲 是多正常的一个事情 但是对这样一个孩子来讲 她可以让她这一天 哪怕是她就在今天 就这样走几步路 然后跟她的妈妈笑一笑 你知道这种感觉 是让人永生难忘的 所以其实像这种的案例很多 而且呢 我一般其实都不太想去谈及这些案例 第一呢 就是我不想跟大家一个误导 就是好像凡是有老瘫的孩子 赶快来吃这个产品 不是的意思 她不是来治老瘫的 对不对 那所以我一般就是不要去太去讲案例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也跟他们讲 不要太集中去讲案例 你一定要去跟大家普及这个理念 思维 就是这个细胞 所有的生病 就是因为细胞在生病 如果你的细胞更健康 你慢慢慢慢的假以时日 你的身体自然就会 就会觉得就会更加神清的去 神清去爽 只是说要给足时间啊 关键是很多人到 我可以说很多人 其实到最后来用解释的时候 都是大部分人 其实都蛮晚的了 对 都时日不多的 有些慢性病临床都没办法再调理了 或者已经都是 对 已经得了癌症了 对 然后呢 一来就是问我 哎 麦迪医生 你们这个产品可以起死回生吗 对会疯掉 我听到这样的话会疯掉 我真的就是很 我觉得很心痛 你知道吗 没有起死回生的 临床的药也没有起死回生的药 没错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 所以我觉得 结识真的是教会了我很多的东西 也颠覆了我很多的一些旧有的一些观念 所以现在你让我再回去说 你是为什么要拒绝三年 对啊 那我为什么要拒绝三年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拒绝三年 非常有感触 可能就是想要看到结果吧 因为我觉得有时很多很多事情 对 我觉得结果是可以说话的 嗯 如果这个产品真的是让人有结果的话 那 那这个结果就是 你就是可以拿来用的 就是说你不一定就知道 它到底是 为什么放这个成分 为什么不放那个成分 你不用知道 因为这是它的专业 是蒋帕帕博士的专业 那像我们临床开药一样的 我不用真的去了解 它后面的这些药理 是到底是怎么样 留给药剂师 对 留给那个药厂搞研发的 那它既然它这个药 有这些功能 对不对 那我就拿来用就好了 所以我就 我就开始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刚刚讲说 你怎么做 不是说你怎么做的问题 是你想不想做吗 你 你如果觉得 你这个事情真的是值得你做 那你 你会有时间的 因为时间都是挤出来的 而且每个人都是24小时 你是请愿你现在 几亿两个小时每一天 就像我 我现在就想说我大姐一样的 我说你现在一天 相当于别人一年 你现在一天 有时候相当于很多人 可能五年十年 可能相当于别人 你一年可能相当于别人一辈子 没错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间 都我们每个人都讲 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到后面 就会给你更多的时间 帮你买更多的时间 太谢谢Mandy医生的分享 我总结一下 就是好像觉得我们医生 都是理科生出身 所以我们比较看重结果 那么在这个平台 我们我总结一下 刚刚您说到的结果 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 我们就是大姐的爱人 就是黄博士 她在使用产品之后的结果 妈妈使用产品以后的结果 爸爸开始使用产品的结果 然后第二个结果是 自己开始有这个健康危机的时候 有这个危机意识 有这个就是觉悟的时候 然后呢 突然被姐姐说到说 就开始去看看姐姐的结果的时候 发现姐姐很低的 蛮低的一个月的这个结果 是我们一年的结果的时候 那这是两个方面的结果 对不对 我们临床去看结果 就是第一 看家里人几个人结果 还有开始 你开始在分享结识 开始收集来的结果 这个足够足够就打动我们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看到 真正正正比我们早几年 去经营人的这个结果 那我也是基本上也是这个过程 我虽然说没有拒绝结识 但是我是从17年才开始 正式全力以赴经营 在那之前 因为我还在德国 还有学业的同事 我那时候 我也只能 给我身边的就是 特别好的闺蜜 我深圳的就是 香港的一个闺蜜 她叫Niko 也是我现在的合伙人 跟他们分享 另外呢就是 我只能跟我临床的那些 曾经我服务的那些 还在治疗的患者 因为你知道我们 我们出国以后 就很多人就像你说 很多人都会问我们 哎呀 那边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呀 我现在已经这边赖药了 已经化疗没有用了 我现在已经第三次移植 然后都已经复发了 就经常问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也是自己 当自己感觉 因为我以前是满脸痘嘛 内分泌失调 然后卵巢早帅 因为对于一个 刚刚32岁的女性来说 如果卵巢早帅 是对我们来说 可以说尤其是医生 我觉得是极大的一个侮辱 你知道吗 就觉得天哪 我们是做医生的 自己还特别早得 有更年期的症状了 然后还卵巢早帅 就更不要说 以后想要就是 晚生晚育 就是更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所以当杰斯解决我这些问题 就是包括现在脸上 你几乎看不出来 有任何痘痘的痕迹 可惜我长了16年的痘 我也15 6年的痘 现在天不太好 对 然后还有我跟大姐一样的 我是近20年的严重性的 就是过敏性鼻炎一样的 当这些问题在我身上全部被解决的时候 我才开始去 我觉得要研究一下 所以通过威廉博士 我也是跟拉森纽曼博士 跟文森加马博士 我们都有很多的交流之后 我觉得这个 我说天哪 我这么好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学医 我们觉得 哇塞 用在我们临床的这些患者上 这多有福气 那我的整个 我相信我的这个博士论文 我会写得超级漂亮 我当时其实还是在想在临床上有什么贡献 或是有什么特别的贡献 特别的研究 所以在临床的很多的患者 身上我看到我的 我的科室的这些患者 尤其我还有 已经有一个近9年康复的一个白血病的小孩 是当时被福建协会医院放弃掉的 所以一桩桩一件件 尤其我的嫂子也是想生二胎 一直怀不上 然后他的投胎在9年前生投胎的时候都在医院保胎保了半年 就是他生二胎年纪大了就更不可能 但是没想到就是我们产品不到6个月 自己怀孕了 然后所以这个孩子现在已经是六七岁 也是非常的健康 比他哥哥还要健康 所以等等这些结果 就让我们就是作为医生来说 我们看结果 第二个也是 我在回国之前 因为16年年底 大家知道16年年底 我学业就结束了 然后后来呢也是受公司要求 我就去美国总部了 我肯定我就很想看看 因为我当时身边没有谁是真正 因为是通过威廉博士分享我 我就去注册了一下下 然后买了个产品 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挣 挣那么大的一份收入 所以我就想说 真的要我到这个平台来去服务的话 或者说而且还没有工资 我们都比较在这种工资的事情 我就还没有工资 让我就好好考察一下 能给我什么样的未来 所以我说那好 给我 就是show me numbers 就是你到底公司的营业额 包括就是你经销商的收入 我也是一样的 我在这我如果付出三年五年 我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我当时16年的圣诞节 17年的就是新年 包括二月份走 我近两个多月时间在就是奥兰多 我几乎把当地所有的双钻 钻石绿宝红宝 甚至进来的蓝宝 我都全部都拜访了一遍 聊了一遍 在公司总部天天听他们的会议 我觉得ok这个事情 我觉得太符合我的这个想法了 就是我希望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大家庭 因为我很喜欢全世界玩 然后呢我也希望这个上边我接触人的层次 圈层是要高一点点的 就不要太就像为什么以前 就你刚提到为什么很反对 或者说很逆反那个保健品的那个行业 就我们觉得没有门槛 什么样的人都在里面 而且我觉得进去格格不入 你看那个年代 二十多年前我就格格不入 如果我今天进入一个平台 还是个格格不入平台 跟我们的这个圈层完全不一样 甚至说人都往高处走嘛 我希望这个上边圈层 甚至比我还要高 那我才愿意进去 就比如说我为什么喜欢去 要死活到进三林啊 为什么去进修我要去海德堡 就是我们希望在那样的平台 或者那样的就是导师 背后我们得到的资源不一样 所以我当时选很多的时候 其实放弃掉临床的工作 然后来到这个平台的时候 其实我最多的感触是 ok结果我已经见证过几年了 从13年到16年年底 近四年的时间 我自己就经历很多的案例了 然后我也继续地把 细胞优化管理这套系统的 所有的它从基因修复 端粒的延长 再到线粒体的这个就是激活 对吧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干细胞数量的增加 我们肠道菌群 我们整个消化系统菌群的 这个就是平衡等等 就几款产品 所以我我也是很早我就觉得 不能往这个我们的临床的 这个定义上面去去看待 解释 所以特别早的时候 我在我整个的这个系统里面 就跟他讲 就是我就是健康教育 告诉你基因是怎么变坏的 那么我们是怎么让基因变好的 好的基因被打开 那开关被打开 把坏的基因被关闭掉 然后怎么样让你的细胞 各个的活力增加 然后为什么你的自愈能力会越来越多 免疫力会提高 后边会带来什么 那么不好会带来什么 还是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在 中国在卫健委现在 原来叫卫生部 现在卫健委 现在全国包括习大大 包括我们的总理主席 都在讲预防打预治疗 但是没有方案 就是没有解决方案 所以当我在这块看到了 四五年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平台才可以发挥我这么多年的 所学 所有的 所擅长的 然后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不管是对于针对全球的 这个消费者 还是说整个市场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跟自己的梦想有关 我觉得我们这代年轻人可能比较喜欢 财富自由 时间自由 对吧 这个是很关键的 还有精神层次自由 我很喜欢 很早十多年前就喜欢做公益 跟着国际师子会 最早是跟着这个就是红十字会 后来是跟着美国的这个国际师子会 等等 因为你跑到国外 你就没有红十字会了 你就要找找那边的就是这个慈善机构 所以我跟着师子会做的会比较多 所以更喜欢我把这个平台当做就说 我很热爱的事情 它一定是我终身都可以做的 然后呢 还有它带来的价值是值得我们去投入时间的 那我的权利以赴是因为下了那个决心 就像您的那个 我觉得对于您来说 早上早起一个小时 晚上晚睡一到两个小时 也是全力以赴 为什么 那是因为在你的工作12个小时之外的全力以赴 所以才会有三年 就是您登顶这个钻石这个就是收入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很重要一点 就是时间管理 真的 每个人时间管理 像有些人 有些宝妈 她的时间管理 她的全力以赴 可能就是把孩子照顾好之后的时间的全力以赴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想要 你想做 然后最后你把时间管理起来 跟随着现在这么多的 就是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系统的课程也好 很多工具也好 包括可能 您我不知道您跟我是不是很像 就最开始我在看这个东西 到底临床的患者能不能用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的习惯都是找临床论文 就是临床的研究课题 在我在那个哈佛大学的 还有美国的图书馆的那个 就是线上的这个论文里边 我查白鲁卤唇 因为我查别的没有嘛 就是就是温森江大博士里边的 所有的成分里边的 温森素矿物质那些都很少少 因为都已经被验证了 有抗氧化抗抗自由基 但是问题是关于基因修复 端利的修复延长 自由基的排除这些 抗自由基和排除自由基 清除自由基是两回事你知道吗 在临床我们都很清楚 所以我开始研究到这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这讲不好的东西 我也研究不了 但是白鲁唇的论 我可以找一堆你知道吗 因为它那个研究 对它那个深度 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研究 它为什么能把那70多种成分 按什么样的比例 包括我们很认可的黄旗提取物 虎藏的提取物 虫草啊 虫草提取物对吧 那都是国内的就是大家觉得对中药 中草药非常认可的人 非常认可的成分 都在那个基因修复里头 那我就觉得 哇它居然有我们这个就是 因为我开过两年多的中医馆 我太因为我就是认可中医 我才去开中医馆 然后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没有好的结果 但我偏偏在AMPM成分里边看到了 银性的提取物啊 蜂王浆的提取物 蜂王酸啊等等 就是虫草你看咱们中国多贵 可是虫草酸这是核心有效成分 而我们这个AMPM里边 我们天天都在服用 所以我就觉得还有黄旗的提取物 那以前想买点好点的黄旗 要里边的成分对吧 所以我就发现就是说 这里边东西我可以停止去研究了 我只需要知道它的这个很多的核心技术 尤其是最近我们那个PQQ这个成分 其实我们中科院做了很久的研究 把它生产不出来 然后国外也有很多的就PQQ的研究 但是我第一次因为讲法不是说 你放心我们的NMN绝对会 就是炸掉所有的这个就是同类的品牌 我当时还不知道它要用什么方法去 我心想说基本上纯度已经是 99%以上已经是很纯的了 你就99%一个99.95% 没有多大区别 但是我在想里边你要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能够把它给把它的这个就是价值提高 然后把它的这个能量翻倍到上千倍的这个能力 结果等出来的时候我看到PQQ的时候 因为我那阵子因为这阵疫情我就在北京 因为很多中科院的领导 尤其疫情的疫苗这块研究 我跟很多的就是中科院这块 专门做精准医学的他们研究 他们把09年的诺贝尔奖端利和端利美 做了11年的研究 把它归类为精准医学 然后说这套是有效的 我说诺贝尔奖人家研究了几十年 得了诺贝尔奖 你们还要搞11年的研究去验证 它是对的 我说那这就是我们的思维 太恐怖了这个思维 我们为什么不拿来用 人家已经拿到诺贝尔奖 就证明已经是实实有效的 就不需要去研究了 我问你这些 我说你们有没有研究出什么东西 真正能够也就是激活端利美 然后延长端利的 没有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们好幸福 你知道吗 我们已经吃了十来年的 就是这个菲勒 就是这个端利 端利美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哎呀 真的 就是不管是 我觉得还是有差距 还是比较弱 对 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还是思维上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今天在分享的时候 很多人就真的要理解里边 就是说 你没法 我们没有办法去教大家了解 整个身体的所有系统的 运作的这个 相对应的 因为太精密了 然后至少我们可以 引导大家学习一个细胞 到底里边有什么 反正我们都是无数个细胞组成的 你不要管任何一个地方的疾病问题 因为它只要是细胞组成的 那你只要了解 歇斯的所有的细胞优化管理 是针对细胞膜的氧化和自由基的排除 对不对 细胞核里边基因的修复 那么细胞核里边的染色体的端利的延长 然后细胞里边的所有线粒体数量的增加 和线粒体能力的提高 够了 就一个一个每一个细胞的它的功能已经被我们这套细胞优化系统已经完全涵盖了 优化就完全涵盖了 所以它是一个特别系统性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一套产品 不用不用再去去追究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一个原理 真的是数学专攻 没错 这个真的是我们再多研究都搞不懂的事情 没错 所以现在的分享我就觉得是非常的就是容易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已经很容易去引导大家 就是说认识到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衰老 以及所有的疾病的问题的这个引发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就干脆就把那个基因跟人我们的就命运 跟我们的疾病啊衰老啊有什么关系 我就普及这样的课程 基本上一去听就听懂了 原来我们平时的吃喝拉撒碎对吧 呼吸 烟酒 药物 情绪都会影响基因 疾病才会来 所以最后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阻止这个基因的一个恶化 然后怎么样恢复你健康的基因的一个表达而已 所以就很感恩这套产品能够在这个21世纪尤其大健康的这个市场来临的时候 然后有这么完备的一套体系在我们面前来 就我们就觉得用这套工具我们就可以真的可以做到预防大于治疗 所以呼吁大家 结合生活方式 必须要结合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必须必须 因为我刚刚讲的嘛 我们经常课程里也讲的就是我们的很多生活方式 吃的东西代谢的问题那都会改变基因 包括呼吸的也说吃的了 所以生活方式肯定要改变 那么最后呢 其实还想就是采访一下就是Mandy医生是什么呢 就是你比如说你一上到就是钻石总裁 可能下边有很多的这个绿宝红宝这些 就你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 您是如何管理你的团队或引导他们就是跟着就是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聘接 就你怎么去管理团队 除了时间自己的时间管理 那团队管理是怎么做的 我从来不做团队管理 哇 就是听着听着 听着好不负责任的感觉 不是 有点像那个大师过招 招力无招的感觉 你知道吗 我没有招数 就是反而是最大的招数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种团队的管理 因为第一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生意 那我也我也没有所谓的创业 我也没有 对吧 所以呢我也就是一个一个工作 然后自己病人是来找我的 对吧 我去上班病人来找我的 然后呢 所以呢 没有没有这种创业的这种经验 所以所谓的什么团队的管理 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应该是 有点到叫什么一曲同工吧 就是说你的健康是谁的责任 自己的 是医生的责任 是国家的责任 政府的责任 还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呢 那健康肯定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对不对 所以呢 健康是不是需要管理呢 健康肯定需要管理啊 没错 所以说解释这个产品 重新定义了我们对健康的认识 以前我们以为没有病就是健康的 后来我们 结实才让我们发现 没病不代表你是健康的 你已经是属于亚健康的那个人群了 你已经在走这个钢丝了 因为人的这个健康 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你的免疫力跟你的这些疾病炎症 一旦失去这个平衡 那你从钢丝上面就掉下来了 所以健康是需要管理的 但是健康管理之前 你必须要知道这个健康是谁的责任 我们自己的责任不是医生的责任 就像你刚刚讲的 我们说我们现在健康中国 没有好像很实际的方案 当然作为这个国家成本 它肯定有方案 比如说落实到一些国策 都落实到每个医院 或者建立更多的 比如说体检的一些 对吧 早筛查呀 对吧 早筛查 早预防这些点 早治疗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抽烟是不是对人体有害 嗯 肯定呀 很多人说 哎呀我婆婆抽烟抽到90岁呀 她都没有问题 没有得肺癌呀 那你这叫幸存者 我们叫我们叫survival的 那个中文叫什么 幸存者狡辩的那么那样一个数据 OK 对 但是已经是 就是已经是铁证 抽烟会影响 不只是影响我们肺的健康 抽烟是影响我们全身心的健康 你的血管的 你的整个的脏气都会影响 对 就像你 就像里面里面是在熏腊肉一样的 对吧 嗯 但是为什么国家不进烟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大家 而且我们不但 我们还在这个烟盒子上面 我们还在写吸烟有害健康哦 没错 写得这么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抽呢 自己的选择 对 就是说其实我们 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 每个人都在做选择 你可以选择用解释 你也可以选择不用解释 你可以选择把你的健康交给医生 其实医生 他们可能是疾病的专家 他们不一定是健康的专家 他们也都不一定是疾病的专家 因为当我们去读那个病理书的时候 很多疾病的病因不明 嗯 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 是没有说明书的 我们其实在学校读的 这些所有的 这个病怎么治 这个病怎么治 就有点像那个机器的维修说明 所以你这个机器生了病之后 我看了这个维修说明 看看能不能给你换个零件啊啥的 但是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 是没有这种说明书的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这个人体 解剖学是154几年就有解剖学 可能还更早 好像说什么古埃及 木乃伊啊什么 他们已经在开始解剖 但是这么多时间以来 大家对这个人体里面的这个东西 还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所以健康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们也不能把健康 交给国家 因为吸烟有害健康 但是都没有禁止吸烟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健康必须你自己要自救 你不能去指望 哪一天突然你的空气就清新了 哪一天突然你的水就干就安全了 哪一天你的土壤里面的重金属就没了 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大环境是没有办法一天两天 或者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 都不一定能改善到多少 还会越来越糟糕 好好的管理我们的健康 用结实这一套产品 管理好我们的健康之后 帮我们买更多的时间 也许结实他们可能会研发出 更先进的产品 那至少我们还活着还可以用嘛 然后呢 根据结实这一套管理健康的这个 这个产品也好 这个方式也好 然后我们让我们的下一代 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更加健康的去生活 让他们一开始就不要去抽烟 因为戒烟真的很难的 所以我刚刚就讲 你刚刚说团队管理 就跟健康管理是一样的 你到可能你到我的团队来 是你要再结实来拿结果 还是说你要再结实来 为我拿这个结果 你不是来为我拿这个结果的 对吧 没错 我们每个人可能加入 结实的原因都不一样 我当时就是因为 我也害怕自己生病 我很恐慌 我开始有健康的危机 我也有开始有这种 收入的危机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慢慢的 把这个当成一个副业 来做它 我其实从来就不鼓励 谁什么突然就辞职 然后全是来做 因为如果你现在需要养家的话 你需要工作 然后你可以慢慢 因为其实它其实 当你了解它之后 它其实是 我觉得它是蛮简单的 你又不同货 又不送货的 然后一个账号 就一个手机走全球的 这种感觉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挺先进的 一个平台 所以你的来做结 是要结果的是谁 是你 是为谁要这个结果 是为你自己 就跟你的健康一样的 你只有自己 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你的健康才会有所改善 你才会去改变你的行为 你才会去戒烟 你才会去戒酒 你才会去跑步 去自行车 对不对 要不你如果自己 这个思维里面 没有改变的话 你团队的领导 或者所谓的领导 钻石也好 装钻石也好 他怎么跟你讲 你都不会通的 你这里没有通 你都不行的 你不会去改变你的行为 你不会改变你的行为 那你就不会改变你的结果 你就不会有拿到这个结果 所以我一直 你说我的团队管理 第一我不会管理团队 我也一直在学习 如何管理团队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 在这个网络行销行业的 这种所谓的管理 跟我们传统工作的管理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传统工作的管理 我们就说 因为我是你的经理 对吧 我说什么 你就要听我的 因为我的职位 在这个地方了 但是我后来发现 网络行销 这个行业里面 第一来去自由 他也不用跟你 也不用打卡 也不用上班 对不对 第二 每个人都可能 有自己的生活 或者压力 或者什么 他的对吧 不同的目的而来 所以你没有办法 去跟他做所有的 什么什么管理 你只能跟他说 杰斯 我看到了 产品 可以让我们的健康 得到改善 他可以给你一个 辅助的工具 让我们的健康 得到改善 我也见证了 杰斯真的可以 让你财富自由 没错 但是你要不要 拿到这两个结果 你做决定 你做了决定 然后你才去定目标 然后你再去管理你的时间 然后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你反正都是要做事情 那你何不找到一个 更好的平台 更稳的平台 你知道你知道 你至少在这个平台上面 你工作 三年五年 不即便是八年十年 那你后面还有几十年 可以想弄这个结果 因为就像我们两个 做临床的 我们喜欢看结果 如果这个结果 这个药 它是可以帮人治病的 我不用去 还要去研究它的原理 我先把这个病治了再说 对不对 所以团队管理 你真的 我团队的人 我不会管理 但是呢 我很感恩 就是我碰到的人 都是跟我一样 就是他们愿意 为自己的未来 担当责任的一些人 所以他们 就叫自我管理 就像健康一样的 要自我管理 然后呢 我也希望 就是在我的帮助下面 如果我会一直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因为我特别 喜欢这套产品 我觉得它改善了 太多人的健康 也让很多人 多活了好多时间 特别是我自己 全家都受益 那我肯定 也一直会在这里 不断地去分享 所以我也愿意帮助那些 愿意就是 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我想让他们 也尽快地在这个平台 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但是你想要 多快拿到结果 那就跟你的行动力 然后 那就真的是有关的 只不过说 你有没有发现 在结识就是 其实你的未来 是很清晰可见的 对 因为前面 我们的未来 这条路走通了呀 所以你就知道 对对对 你的方向是对的 你的方向是对的 你只要不放弃 你迟早都会到的 所以你不用着急呀 因为 真的不用着急 就像 就像 这个产品一样的 你不用着急 你好像吃了三个月 我吃了一年 我吃了两年 我怎么这个 没有感受 我怎么还是没有停药呢 天哪 你这几十年 这个机器这么运转 这么衰老 这么损伤 你想让这一套产品 一下子就把你这个临床上 都没有办法解决 几十年的慢性病 就给你调理好了 如果结识有这么神奇的话 那我们就发大了 我们就发到天上去 对没错 所以说就是 我们不要把它神奇化 但是呢 它确实是到目前为止 我所见过的 所有的这些产品也好 这些公司也好 我觉得它是最靠谱的 最靠谱的一套产品 所以呢 你真的要给出时间 然后结合我们的生活方式 你像刚刚欣雅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就是说 你就像你刚才讲的NMN 很多公司也有 对吧 我们先不说NMN 我们就是 所有的这种保健产品 现在其实是不是有很多公司 可能会来模仿 或者怎么样 或者说其他公司 他们可能会研发出 他们的这些产品 但是当你真正去看它后面 到底研发者是谁 没有什么 对 可能会有一些 什么人把成分放在一起 对吧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药剂师 就像我那个药剂师朋友 他说 他说我们可能就是 最多整点产品 就是自己把成分放在一起 但是结实不一样 很多厂家是可以生产产品的 我们中国 国内那要生产产品 都太多 你看那么多假包包的 什么这样的那东西的 模仿是第一的 最会模仿就是我们 我们的主国人民 OK 但是会生产跟会研发 完全是两码事情 完全是两码事情 然后一个公司 有一个牌子 创造一个品牌 跟结实这种品牌后面的价值 有品牌价值 又是两码事情 所以你说我需要去知道 到底这个成分是怎么样吗 因为它不是我的专业 那但是它是讲啪啪的专业呀 它是牛门的专业呀 对不对 那我知道 结实已经11年 改善了这么多人的这个问题 让这么多人获益 我觉得我这个品牌 我肯定可能已经认准了 我觉得当我们认准一个品牌的话 当我们认准它这个品牌是有价值 那我觉得它相关的出来的任何产品 我都会很相信 至少我愿意去尝试 我就不会再去东跑西跑了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系统是非常 目前来讲是最全面的 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 就是说衰老的九大标志 就是我以前讲的时候也有讲过 我们以前都以为衰老就是很自然的一个进程 但是随着这个医学的发展 生物科学的发展 后来才发现 其实衰老是可以去干预的 因为当临床像他们现在做小老鼠的话 他把这个 一些他的这些长寿基因给它激活 这个老鼠它就可以多活 好几个月呢 把它用在人身上是一样的 其实衰老是可以干预的 而且我们很多的病 到现在临床上已经是公认的 衰老是公认的 衰老是很多 基本上是所有慢性病的 罪魁祸首 没错 我也为什么说 结识它这一套叫抗衰老 为什么它抗衰老 我以前以为就是抗衰老 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漂亮嘛 就是为了好像就那么 就不能接受自己的脑 对吧 我觉得为什么这样呢 对吧 这个圣脑病是多正常啊 是不是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抗衰老 其实它就是在帮我们抗炎症 就是在帮我们抗自由基 就是在帮我们抗疾病 延缓疾病的发生 是的 所以就这个 结识这个系统 现在是没有办法 你去抗衡的 你去看一下这个衰老的 九大标志 结识里面基本上涵盖了 全部涵盖 对 到产品里面了 对对对 所以你说我们能不去分享吗 没错 是的 我们能不去分享吗 就根本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我们去分享的脚步 所以最后呢 在今天会议的最后呢 那我先总结一下 刚刚我们曼丽医生讲的 就是团队管理需要管理吗 不需要 就跟健康管理是一样的 都是自己的事 自己负责 那么最后呢 我们在问答区 解答三位朋友的这个 就是问答 第一个是 请问治疗期 康复期的癌症患者 是否建议服用NMN和Blue 当然要吃 天哪 这个当然要吃 你想想NMN可以激活你 七条长寿基因 然后Blue可以把你的骨髓里边的 比较沉睡的 不太活跃的这个干细胞 然后激活 然后释放 大量的释放 然后那你的气血 肯定会越来越好 你癌症患者肯定是需要的 第二个 我的朋友卵巢早摔 请问老师怎么调理 跟我一样 杰斯细胞优化管理 全部全套用 不过这个我要签一句 亲爱的 我前几天有一个朋友 他也说 他说我这个卵巢有点早摔 他说我可不可以用你这个 你们这一套产品来调理 他说他现在 怎么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 不是你卵巢早摔 我说你多少摔了 他49 我说你这不叫早摔吧 我说你这个 我说你这个 对吧 我说 我说 你这个不叫早摔 因为49岁 50岁就已经是更年期了 OK 我说你这个已经就是已经摔了 OK 不叫早摔 早摔是一般30出头 我不叫早摔 对20多30出头就要早摔 所以我说呢 但是呢 我不能保证这个会帮你把你的月经给你找回来 OK 还让你这什么卵巢给你完全起死回生啊 我说但是呢 因为这个更年期会影响你全身心的 所以你现在必须要用上这个产品 然后让你的身体不会下坡路走得太快 所以有时候我们自认为我们可能问题不大 或者是好像就是那点早摔 其实可能已经真的 这个靠节是可能对于这个很难 对 所以怎么调理呢 益神菌肯定要吃啦 干细胞肯定要吃啦 基因修复啊 菲勒要吃啊 NM要吃 那像我呢 这原蛋白肯定后期出了肯定要吃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先讲过我们中国的朋友 尤其就是 我们的蛋白质摄入是不够的 所以Zinfuse每天早上加一餐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国内重金属啊 这些农药超标啊 我们体内都是这样的情况 还有你经常抽二手烟 所以干排队加上 其实不要问怎么调理 全套用 然后其实要问的是 就像刚刚我问Mandy医生的一样的 就是怎么管理团队 自己管理 那么怎么用呢 不要问我们 问问你自己的钱包 就是你钱包够不够你每个月的这个消耗 你好现实啊 亲爱的 没有我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 我给他出一堆包 他说哎呀 一个月要花这么多啊 我没有那么多钱 后来我就发现 好好先问问自己的钱包 然后你觉得你愿意投资你的健康和年轻 你愿意投资多少 再说来吃什么 你再看 雷几样是我必须要吃的啊 基因修复是肯定要吃的 那么 胶原蛋白肯定要用的 在像女孩子嘛 对不对 配权是肯定要吃的 那么老年痴呆嘛 那么过两年我再吃 所以米动力我可以暂时不用吃 就自己去衡量自己到底要根据自己的实力 那你也可以像我们一样去分享啊 分享就收入 那我就不用担心钱包的这个实力了 第三个问题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嫂子是怎样吃产品调理孩子 一样的全套用 那就我刚刚讲的 它是早晚都把那个就是 ZIN蛋白就早晚都加上了 当时就是我给它的是另外一个 当时国内因为很早一三年还没有ZIN 我给它的是另外一个品牌 其实就是蛋白粉了 就只要只是说里边你要看乳清蛋白的含量 因为乳清蛋白是更优质的蛋白质 所以我看市面上这么多的蛋白质 大部分都是把大豆蛋白啊 这些放的比较多 然后乳清蛋白比较少 只有我们那个ZINFUSE里边 是乳清蛋白是占大部分 然后呢 豌豆蛋白一小部分 所以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 我们的子宫啊什么这些 都是需要很好的蛋白质建造 我们每个细胞的基因都需要蛋白质的 最基本的 对所以蛋白质是我们人体 其实营养素里边最最重要的 因为平时大家都吃不到 吃碳水吃太多了 所以全套用全套用 那么问题就解答到这儿 最后呢 我觉得最近大家有个现象 因为我们在后疫情时代 那么大家就觉得 哎呀我都吃了劫子产品几年了 而且我们市面上也听到很多人 全家都感染就是新冠病毒 他自己因为在吃产品 他没有被感染 所以我觉得吃产品就万能了 我就不用去打疫苗了 所以在最后的时候 我和曼妮医生可能在这里 我们给大家一些忠告好不好 这个疫苗到底要不要打 你知道吗 我其实最开始是不太想去打疫苗的 并不是因为我不相信这个疫苗没有用 因为它既然这个疫苗它生产出来 而且其实现在的这个产疫苗 生产疫苗的这个技术 真的是比以前发达很多 对 因为它现在是 其实它是直接用的 我们这个 那个叫染色体面 那个RNA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它其实它不是用的这个 那个叫什么病毒本身了 所以其实它是用了 它里面的那个Stream 那个RNA的东西 然后这样弄出来的这个疫苗 而且呢 其实我觉得它是 每个人都需要去打疫苗 为什么我最开始 我自己不太愿意去打呢 我是觉得 我也是就跟大家一样的 我觉得我的身体挺棒的 如果我去打了 我没有得新冠 那是因为我的体力好呢 还是因为打了疫苗 我没有得新冠呢 对吧 我就觉得我想跟大家证明一下 我是因为自己体力好 我没有得新冠 但是后来那个 我们那个诊所的那个老医生 他就问了我 他说 他说但是你想去 你想去 那你真想去做这个证明吗 我后来想了一下 我可能 我可能 我没有办法去负担 可能万一我错了的这个 这个后果 对 因为你打了疫苗之后呢 你戒面上可能 也可能会被感染 但是你感染的这个 你可能会没有症状 然后你可能的症状会很轻微 然后很容易就被控制住 OK 但是你如果不打疫苗 你万一 因为现在这个病毒 它不断地在变异啊 对吧 所以你可能突然你 你真的被染上了 那OK 那就证明你错了 但这个错误的代价 你能不能负担得起 那后来我就想 哎呦我可能不行 我不能去冒这个险 所以我真的是建议 所有的人都打疫苗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 也要去影响 你要去叫别人打疫苗 你可能自己要想打疫苗 你才能叫别人去打疫苗 就像你刚才讲的 健康管理 团队管理 都是一个原理 你要让别人 看懂解释 或者你要让别人 分享解释 你自己 你要去影响他们 你要让别人 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 那你自己想要活出 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 没错 你才能去影响到别人 所以你不用去管理 真的你可以去影响他们 用你的 所以我后来 我也去打了疫苗 然后我打了两针 然后第二针的时候呢 我有几个小时的头痛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哎呀 我的身体在工作 在产生抗气 我还挺开心的 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 一定要去打疫苗 当然这个疫苗就不要来问我 到底哪个公司的更好 或者说哪个国家的更好 这个都好 其实 其实我的建议也是这样的 疫苗就是 我是建议要去打的 OK 是 好 谢谢Mandy医生 是的 就是说因为现在 全世界的这个 新冠的疫情的这个病毒 它的基因在不断地在恶化 不断地出现 它病种非常多 所以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 当然同时要 调理自己的就是身体 然后提升免疫力的同时 疫苗还少要的 这是给大家的一些忠告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杰斯的新的slogan是 One heart One hope One mission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都 同一同一个心 就同一份心 然后面对着同一个希望 然后拥有着同一份使命 所以今天在场的 我们两位医生 给大家一些忠告就是 真的大病要预防 小病要扼杀在摇篮里 然后呢 才可能说 健健康康地活到100 120 然后你到时候才能真正正的 就是有时间去陪同家人 享受真正的天伦之乐 还有就是所谓的时间自由 财富自由 前提是你活着的前提下 所以不管是面对疫情 还是面对疾病 还是面对各种传染 还是意外 肯定是预防大于治疗 好了 今天的超级星期六 就在我们这么精彩的 跟曼迪医生的对话当中 就结束了 因为我知道大家肯定还想要听更多 但是一个半小时的分享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满足了 因为现在几乎要快到 洛杉矶时间的晚上12点了 我们非常谢谢曼迪医生 大晚上为我们在这里做的贡献 那大家喜欢曼迪医生 也可以投票给他 等到我们过了十七八七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反省 大家非常喜欢的医生 工作者的我们集体的一个分享 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触动 好 不管怎么样 希望我们的分享 能为您和您的家人 真的带去一些健康的 意识的这个觉醒也好 还是说比你的 不管是你的团队工作当中的一些 技巧也好 还是在我们的分享的过程当中 一些方法也好 只要能帮到你 那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好 谢谢大家 周末愉快 谢谢曼迪医生 谢谢 谢谢欣雅 谢谢亲爱的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 对 宾老师在YouTube的这个转播 然后单单在这个腾讯的转播 整个我们 其实这就是 你看 每个行业有专攻 整个这个会议 不是简简单的一个人能做成的 都需要一个团队 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今天是这个大家庭来 我们这里有无数的专攻的人 人才来服务大家 然后为大家做贡献 好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曼迪医生 谢谢所有人 拜拜 然后周末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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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哦 爱你爱你 早点 早点见面啊 会很快见面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